昨天有一个同修给我这么一本书 这说净空老法死治病的 什么诀窍啊 这本书是假的不是真的 我听说大陆上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很多 打着我的名字 全都是骗人的 你们拿到怎么办呢 拿到就把它烧掉就好了 那我讲的东西是天天在网络上讲的 大家都能看到 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 我讲的这些病因 病源 病的果报 全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 这不是我的 我没有诀窍 可是我很相信 佛所说的这些话 我们一教奉行一定得身心健康 所以我不会发脾气 你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逗我都不会发脾气 我的警觉性很高 我不上当 发脾气 自己吃亏 这佛法上叫火烧功德林 那火什么发脾气就会把功德林就烧掉了 什么样厉害的魔王都烧不了你的功德 他就是想方法叫你发脾气 你脾气发自己烧掉了 你看没有人能烧啊 你要是永远不会发脾气 你的功德累积 那不得了啊 一念 嗔恨的这个念头 就把功德烧掉了 你说多可怕 遇到什么样不能忍受的事情 马上警觉到 要么鬼怪要我烧功德林了 我才不上当了 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来讲呢 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好 好 那玩意 这玩意 对于是 这玩意 这玩意 就是 是